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il 我是Kirst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Neil老师啊,我昨天去超市买月饼了 太好了,给我几个词词吧 今天还没有吃过月饼呢 这个我买的都是五人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别人送我的月饼里呢 都没有我最喜欢的五人馅 我只好自己去买了 算了,还是别带了 我有点吃不惯 别这样 你去哪个超市能买到这么变态的五人馅 每个超市都有好不好 我去的是我家旁边那个珈乐福 叫做Carefor 是了,Carefor是来自 号称是来自法国这个最大的连锁超市啊 对,Carefor C-A-R-R-E-F-O-U-R Carefor 是的,然后在中国这个本地化还做得不错 然后满多城市都会有他们的身影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如果你去超市购物的话 怎么用例如英文来找商品啊 怎么结账吧 刚刚咱们说 加勒福其实除了Carefor之外呢 还有两个类似的大连锁企业 是的,肯定有这个坚持每天低价的Wermatt 沃尔玛 当然了,沃尔玛是来自美国的大型超市 国内呢,很多城市都能看到它的踪迹 除了沃尔玛之外呀 还有勒购 Tesco是来自英国的连锁超市 我听说这个Tesco好像被那个华润万家给收掉了 是吧 有点惨啊 又是跟Uber差不多的命运 所以现在这个中资企业这个势头很强劲啊 说到这个超市 我家里面特别是老人家 其实蛮喜欢逛超市的 因为有免费的这个空调吹嘛 你能够散散步缓解一下心情 而他们经常如果是老人家会走之前就会说 I'm going to Walmart Do you need anything? 我要去沃尔玛了 你要我带点什么吗? Coke please 我一般会这样说 想喝可乐自己去楼下买不就好了吗? 一个胖子的心酸你是不懂的 其实我也挺喜欢逛超市的 偶尔下了班都想去逛一逛 天哪你背这个电脑你不觉得累啊 我又不傻 I usually save my bag in a free locker 我一般都把包包存在这个橱柜里面 L-O-C-K-E-R Locker 就是那种带锁的橱柜 我们进超市之前呢 都喜欢把手上的这个大包小包给塞进去 轻松购物 省事嘛 为了解放双手除了这个寄存柜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购物栏或者购物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还蛮喜欢坐在这个购物车里 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再也坐不进去 胖子的悲哀 我也是啊 我还特别喜欢把身体压在车上滑来滑去 这个购物栏呢叫做shopping basket 而这个购物车就是shopping cards 注意这个地方 car可不是那个汽车呀 它是C-A-R-T-S cards 那进超市前找不到手推车 你可以问一句 where the shopping cards 购物车在哪里呢 在超市里面这种在哪里的这种问句 真的还蛮实用的 就比如说 你要到超市里面去买牛奶啊 买酸奶啊 你可以问 excuse me where the dairy products 请问这个乳制品在哪里 尼尔老师刚刚说了一个词 叫做dairy 很高级 叫做乳制品 说到这个词呢 你们肯定会想到一个品牌的冰淇淋 我这么严谨的人 一定会想到叫DQ 冰雪皇后 是的 DQ的全称呢 就是dairy queen 所以呢 它其实不是冰雪皇后 它是乳制品皇后啊 我有个朋友的就叫DQ 我每次想到它 我都想到一坨冰淇淋 好奇怪 但是如果是乳制品的朋友 你好像翻译有一点不那么高级 还是叫这个冰雪皇后好一些 感觉能卖多点钱 选好商品之后呢 就需要去cash register买单 register re-g-i-s-t-e-r 登记cash register 登记现金的地方 那么就是收银台 你买单的地方啦 站在收银台前结账的工作人员 叫做cashier 收现金的就是收银员 其实我们在结账的时候啊 是可以提一些这个个性化的需求 那你要干嘛呀 比如说你买了个蛋 我买了一堆蛋 你可以说 could you put the eggs in a separate bag 你能把这些鸡蛋单独的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吗 防止打碎吗 记住这个表达哦 could you put the eggs in a separate bag separate 单独的 当那个美美的收银员 一个一个扫完商品之后呢 他一般就会告诉你 your total counts to 99 RMB 总共是99元 total就是总计总额 total 那如果你给了一张百元大钞呢 他就需要 好有钱 他就需要找你两块 找你一块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好 我体育老师真的是学数学的 ok 找钱用change这个单词 this is your one RMB changes 我找你一块 this is your one RMB change 找您一块 是的 然后其实 如果你在国外 甚至香港都可以啊 其实他们可以提供一个 特别方便的服务 叫做cashback 就是说呢 你买完东西以后 你刷卡可以多刷一点钱 就相当于他一个提现 他们对一些小额的现金 给你方便 你在其他场合使用 诶 那真的吗 方便呢 这样一来只需要小额现金的话呢 就不需要去找ATM机了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段子 说有人刚到美国 不知道cashback是啥 收益员问他 哎 你要不要cashback呀 他一听有钱呢 那当然说yes了 哎呀 情况好像不妙啊 是的 接着收益员问他 你需要多少 他说 as much as possible 天啊 这个手续位估计去了不少啊 所以说你看 学好英文还是蛮有用的 不然一流神 自己就成了这个段子了 哎呀不过回想起来也蛮好 生活才丰富多彩嘛 我们也可以找点乐子 你要顺便取一点现金了 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学习内容啦 你都记住了吗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好啦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Kirsten 我是Neal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